哈囉 大家好 我是桑妮 又生日節快到了 然後 很多人都會玩交換禮物 這次也有幸的 跟其他YouTuber可以合作 一起交換禮物 加上我 然後還有 Tina Jessica Ovely跟Even 五位YouTuber一起合作交換禮物 我還沒有開 我大概是前天收到它 就到現在 然後一直都沒有 打開它 所以我其實還不知道 裡面是什麼 雖然是聖誕節 但是我覺得 我還是想要分享一個主題 那就是 我是怎麼走出憂鬱 的 會覺得這個主題跟聖誕節有關 是因為其實我前陣子 陷入一個蠻長期的低潮 然後中間沒有什麼發影片 文章還是有經營 但就是算是一個自閉的狀態 那先來講講 憂鬱這件事情 其實我不確定 我真的不確定我有沒有猶豫症 就是大家雖然現在看我是一個 活潑外向的女子 其實 就是我在朋友面前 也都是活潑開朗的個性 然後很喜歡認識朋友 但是因為 因為我自己出來 揭案做全職的部落客 跟YouTuber之後 其實中間遇到了蠻多 狀況 跟蠻多挑戰 然後包含我之前身體上的關係 所以我大概有兩三個月的時間 前陣子都是陷入很長的低潮 就是那個低潮是 你會不想要做事情 因為我就是在家裡 然後每天起床 就開始吃飯 吃飯完就開始可能 換個句處理一下工作的事情 然後吃晚餐 就是你在活著 但你沒有 你沒有在活著的感覺 你就會覺得說 一天這樣 每天都這樣流逝 然後你會看到你很多 很優秀的朋友 他們說可能又出復工作 或者是又 上傳了一些很棒的影片 寫了很棒的文章 你就會開始會陷入很 強烈的自我否定 我自己是這樣 然後因為我那個時候 又很頻繁的去看醫生 所以就覺得 就是你會有一種陷進一個 黑洞裡面的感覺 然後你走不出來 但你只可以看到別人 在往前走 然後你知道你自己 有很多人想做的事情 比如說 我其實去韓國拍了 超級多的影片 或是 我有很多很好的主題的影片 或是文章 但是我完全沒有任何的力氣去 剪片或是去做 對 所以我那陣子的狀況就是這樣 雖然好很多我覺得有一些方法 可以分享給大家 說不定 如果你跟我一樣有 遇到一樣的狀況的朋友 可以參考看看 但是我真的不確定 我是不是憂鬱症 因為我 沒有去看醫生 或是我沒有去看任何心理醫生 我是就是待在家很自閉的 耍廢 然後我自我否定 自我迷惘 然後最後再 慢慢變好 第一個方法就是 什麼都不要想 跟著你的心去做 你想要做的事情 就算那件事情是睡覺 或是那件事情是吃東西 或是那件事情是追劇 什麼都好 也就是 讓自己有一段空白的時間 是你可以什麼都不要想 雖然我知道什麼都不想很困難 但是我那個時候 做的事情就是 我真的就是什麼都不想 我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我也不想說 我今天有沒有寫文章 或是 我今天有沒有剪影片 或者是 誰做怎麼樣 然後盡量不要看社群媒體 我那一陣子就是 一直開愛奇藝追劇 然後 睡好 吃好 就是固定吃東西 然後自己在家裡 也不太出門 這是第一件事情 就是先跟外界隔離 然後 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接下來第二個步 我做的事情是 我每天會給自己一個 很小很小的目標 那個目標超級小 好比說像是 12點以前睡覺 那我那天 只要完成 12點以前睡覺這件事情 我就跟自己講說 嗯 你今天完成了一件事情 你很棒 很像跟小朋友 再來的目標會比較大一點 好比說 我今天的目標 是我今天完成一篇文章 就是我要寫完一篇文章 因為寫文對我來講 不是 不像剪片這麼困難 所以我就這樣 每天有一個小小的目標 小小的目標 小小的目標 慢慢讓自己的生活 是 有緩慢的在前進當中 然後接下來就是 多跟朋友約出來聊天 聚會 參加活動 我其實一開始 蠻排斥這件事情 因為 那個時候會負面到你覺得 好比說 像我那個時候 剛開始Tina 問我要不要一直拍影片 所以我第一個想法 我真的第一個想法 就是 我好像不夠格 就是 我不夠 資格跟大家一起合作影片 對 所以 我那時候就這樣想 那我後來就覺得 既然Tina也要請我們 那我就試試看 然後拍拍看 我其實 中間好幾度想要 因為我們開了一個群組 我好幾度很想跟大家講說 因為我有生病 或是什麼的關係 我沒有辦法 參與 但我現在還是 在這裡 拍了這支影片 然後你們如果看到這支影片 就代表說我真的完成這個任務 再來就是 朋友有非常零星的聖誕邀請 那我也有去 對 所以 我覺得這一步就是 你開始慢慢跟人有接觸 然後 但是確保你接觸的人 是會讓你有正面情緒的 是真的很好的朋友 或是真正管理的朋友 然後做的事情 會讓你心情好的 像我之前 前幾天也接了一個記者會的活動 我當時也是超猶豫 就覺得說 會不會去的都是網美啊 就大家都超美 或什麼之類的 就是只有我是一個醜孩子之類的 但是後來去的其實還好 然後也覺得 就是有自己在工作努力的感覺 再接下來就是 我後來去 報名了一些緊修的課程 然後那些課程是跟我本業比較沒有關係的 然後我自己覺得幫助很大 是因為你可以 認識一個新的領域 然後你可以 有一種重新開始做一件事情的感覺 然後再慢慢 增加難度目標 然後一直到現在 我覺得我可以稍微調適的比較好 就是 恢復正常 不會很常陷入低潮期的狀況 所以我覺得這些都是 因為我做了這些努力 然後是沒有這些朋友的幫助 所以 這次就要來開箱禮物 那我先跟大家介紹我今年聖誕節收到的禮物好了 首先第一個就是我脖子上的這個 這個項鍊 這我手上的手鍊 手鍊超可愛的 然後這個是我的好朋友 是Blair送我的 我跟Blair認識 怎麼認識我看一下 我們好像在一次聚會上認識 然後我後來就看到他的Facebook跟他的影片 就覺得哇也拍得太好吧 而且這個 這個女生也太正了吧 所以後來我就 跟他成為了朋友 然後 他送我的聖誕禮物是 視頻類 然後我覺得他們的視頻質感真的超級好 大家可以去看他的影片還有 詳細的介紹 然後這個項鍊是摩羯做的 因為我是摩羯做的 我覺得蠻好看的 然後他是有點在視鎖骨 這也好 雖然我沒有鎖骨 但是我自己覺得這個戴起來蠻好看的 就是很貼心的禮物 很感謝Blair就是 我覺得他是一個很溫暖的人 就是在你低潮的時候 他會很願意很真心的跟你聊天 然後他也是一個很真誠真心願意稱讚別人 像我之前那次很低潮的時候 我甚至覺得說我好像不配阿男朋友 因為他訂閱數超高阿什麼什麼什麼 但他就會跟我說就是 我也有我的優點或是 可以再努力 或是我其實有一些很棒的地方 對 就自己人生就是需要這種朋友 然後看他的文字 每天也會受到鼓勵 如果還沒有看過的話 趕快去看 然後再來就是 我參加了一個聖誕Party 但其實很簡單 就是大家去朋友家吃吃飯 喝喝酒 然後是跟 Yaya Erika還有跟Vicky 然後我在那邊拿到的 筆物超實用的欸 就是這個 這個是 一本化妝書 然後是Elish的彩妝書 我之前有去上過他的團體課 我覺得超級有幫助 所以一出出我就很想要買 可是那個時候好像是太忙 所以一直沒有 就錯過那個預購的時間 但這次就很幸運交換禮物抽到 然後另外還有這個面膜 寵愛知名的面膜 我覺得保養也是一個 開始慢慢愛自己也是一個走出憂鬱很好的方法 送面膜我覺得也是聖誕節很好的禮物 因為女生都需要保濕跟面膜 那重頭戲來啦 拆這箱 那我完全不知道禮物是什麼 所以有點期待 我的禮物是Tina送給我的 然後我們的主題是 就是要明天可以閃閃發光的東西 欸它Tina包得很美欸 你看 就是它是有包裝的欸 禮物跟 一個卡片 先看卡片好了 哇賽我好久沒有收到這種 那麼不立體的卡片 好美喔 這是橫色換在桌上 這種 好喔 親愛的桑尼 要唸嗎 好我快速唸 這一年來跟你相識看你的認真 跟對經營社群的堅持很佩服用心 記得多照顧身體 我所有的朋友都跟我說要多照顧身體 哇 接下來它有講說 這三樣是根據我的打扮挑選 欸它超貼心的欸 這妳看得到嗎 就是它還有跟我講怎麼用 天啊 它說希望可以讓我2019年更漂亮 好貼心喔 我來看看 看來這個是一個驚喜包 禮物包的概念 我送的禮物其實也是驚喜包 只是我沒有包得那麼漂亮 然後就會被直覺欣賞 希望妳會喜歡我的禮物 收到的三個禮物 染眉膏 第一個是染眉膏 應該是Kate的染眉膏 Tina超貼心的欸 因為大家可以發現我最近染都比較淺色的髮色 所以眉毛很需要很常用染眉膏 然後雖然還是有染嘛 我之前染頭髮的時候 所以其實有幫我染 但是偶爾還是需要補染眉膏 哇很方便的染眉膏 Dior的蜜粉 這個禮物很貴吧 因為我沒有用過Dior的彩妝品 對 這是我第一次收到 我覺得好像很高貴 你看他還有附個髮 好精緻喔 這邊看起來很細緻的粉 然後看其他事情 他說 OK 當作修容使用 粉質很細 有一點微微闡光 適合我的健康膚色 欸對 他跟我的膚色搭的 這個好實用喔 這個好實用喔 然後再來是 刷具 喔 剛剛 這個是修容嘛 就是可以修容也可以到裡面 然後 所以他有刷具可以搭配 來看看 欸這家刷具的品牌 還是我一直很想買的 就是超爆的 牌子 因為他要很多人推薦 可是 因為我沒有用過 所以就乾嘴面下手 然後是兩隻刷子 這隻應該是修容 然後這隻是可以 做眼影的影響 眼下定妝 眼影妝 打亮都可以 這可以當修容 腮紅刷 這可以做打亮 超貼心 而且我最近就需要這個 欸我覺得我的禮物都很有關聯性欸 大家都就是想讓我變美 就是有面膜 有彩妝書 然後有化妝品 跟這個 這個 刷具 這些就是 親阿聰明的三道禮物 謝謝你親阿 好啦以上就是 送單開箱的影片 可能前面有一點沉重 但是 我覺得願意分享自己的狀況 也是慢慢變好的一個方法 然後 很感謝大家給了我很多的愛 然後在 年底的這個時候 就是真的 每個人都送到我覺得 很適合我的禮物 對 那這次的開箱影片就到這啦 其他人的開箱影片 我會放在兩邊 然後大家 有空也記得 要去看他們的頻道 也訂閱他們的頻道喔 那我們下支影片 真的很期待 更開朗 的我 有更多影片跟大家分享 對 2019年 希望可以更順 然後 不好的都走過了 後面都會越來越順了 希望大家2019年 也能量的一塊 然後2018年 也可以 在年末的時候 跟愛你的人一起 度過 那這次影片就到這了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 下支影片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